火力科學新知第三者 去得相當的快 因為只是這個題目 我們都可以討論很久 我正想回答 整件事是否等於 如果將來可以用來發電的其他的能源是會被淘汰呢? 我又不敢說 現在你用了核電之餘 其實很多國家都還用其他的能源模式 你本身的化學能都還在用 甚至大家都很寄予厚望 其他的可在生能源 風電 太陽能 我們絕對不會放棄 對於不同國家來說 它的地理資源因素不同 它們就會更取向用不同的技術 譬如你說德國、葡萄牙 它們用水力 用風力 它們很樂意去用 因為它們非常豐富的 風的資源 對於冰島來說 它不用特意弄核電廠 它地熱源源不絕 是不是? 所以其實它會給很多國家多一個選擇 其實你問我 我真的自己 我忘記了任何一個節目說 我自己和我自己的朋友圍內 我說如果香港你夠膽有一個財政預算案 扔 我好像說過的 扔100億港幣出來 去做這個 差不多了 100億 你這個山口都1000億了 是不是? 100億可以了 100億港幣 譬如在石古州 或者在大亞洲、小亞洲 做一個核酌變窩勞實驗室 來去開發香港未來 可以自己用的一個核酌變的電廠 我覺得很棒 這件事 可以發生的 這件事 現在去到人家都懂得點著了 譬如有幾個研究生讀員 又回來開發去做 你又不管了 又有這麼多什麼所謂的大灣區專家 那你就做過在那裡 是不是? 大家可以用大家的角色 還有中國自己本身都在參與這場競賽 大家其實都覺得叮噹碼頭的 就是中國韓國在用這些TokenMark的技術 他們就傾著在那裡 美國呢 就很有趣的 我看它比較Liverwa這個Lab 就比較在意做這種激光的技術 是的 美國同樣自己都有做TokenMark的技術 普林斯頓那些有做的 但是很多時候就做了一些電算模擬 多數的那些研究就去幫助了歐洲那邊 其實就是幾線分散投資 現在就算這次美國Liverwa這個Lab 做到這個效果 是不是代表著這種技術 就會更快成為我們民用的核材變技術呢 都不一定的 因為我們還有幾個問題要解決的 你能夠產生到輸出能量大的輸入能量 然後怎樣將它輸出的能量轉化成為 我們有效地轉化成為我們要用的能量 然後接著來電網那些東西 你怎樣設計那些東西 你怎樣設計那些能源採集裝置 另外很多時候這些核材變研究 有一個比較老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裡面因為很激烈的核反應 那它出來的東西 它是你不小心打到你那些儀器器材 那些儀器器材那些材料變質 可以是很快就發生的 它那種不是一種生鏽的變化 是直接裡面整個元素改了 你裡面多了一顆中指打進去 可能它整個元素就改了這樣 那令到裡面的那些器件是相對比較容易受到破壞 那究竟在這個釋放這麼強烈的能源之餘 我們怎樣有效地採集它 而又不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器件 令到這個東西可以運動很久呢 那我想就是一個其實很嚴重的 就是很需要去考慮的問題 同樣的問題呢 我記得當初去發明這個藍色的激光的時候 都遇到的 我在二十多年前看的那些藍色激光技術 現在就拿了諾貝爾獎了這個技術 京都大學的教授拿了 其實當初弄了出來的時候 是發到藍光的 但是十多個小時的東西發藍光裡面 那堆這樣的半導體物料自己都變了 變了質 於是整件東西就變了 所以就要想一個問題 怎樣可以令它持續源源不絕呢 你能夠進入商業市場 你起碼都要有1000個工作小時 那些東西才叫夠耕 令到那些人願意買 是不是 那接著來要解決的這些問題呢 那我會覺得已經是進入了一個 由那個物理階段進入了那個科技的階段 就是更多地進入科技的階段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呢 最少是不是我們石油方面 我們的依賴是不是減輕了呢 我覺得需要這樣做 真的需要這樣做 就是那個碳排放的問題是幾困擾我們的 那現在你香港人 就算你說駕駛的人還在駕駛電油的車 其實是沒有target的 你汽油的車原來還是很便宜的 你電的車本身還是很貴的 還有呢 這個世界很多的這些 engine 這些機器呢 很多時候都要用一個液態的燃料 所以就是 就是只要有液態燃料 世界上很多的機器都還需要液態燃料的時候呢 於是我們就有個需要不停地繼續用這些炭氫 就是這些石油化工的炭氫原料 那我覺得這裏都需要一百幾十年慢慢去淘汰 而最後它不會完全淘汰沒有了 都還會保留一些 就是我預期就是可能去到最後 當你去到連電單車 很有趣啊 電單車一直叫做電單車 其實就是一直不用電的 那種奇怪的 到電單車真真正正變回電單車的時候呢 那就是真的行電 Tesla 電單車這樣的時候呢 那我覺得呢 就真的可能在說我們那個液態的那些化石原料呢 就差不多可以叫做被邊緣化的日子了 是啊 但是由於大家對它的期待很高 所以我相信資金的投入方面相當多 那我們都不妨這樣啦 就是我們既然都益過這麼多人 你有沒有一個單納一單東西 是吧 那你去看這個問題呢 就... 這裡是這樣啊 我都真的要找哪家公司去做 這樣的 我們先前去看過有些公司 就是跳開了這些國家實驗室 這次國家實驗室的成果歸國家的 就不是直接進入商業的 你如果要看到這套技術轉移呢 就是裡面有哪個持工不做自己出來開公司的那些 或者他加入了哪家公司的那些 那其實呢 我們是坊間有留意到呢 有一些私人的公司呢 是聲稱自己在搞合罪變Wallel 就是跳過了他們現在我們主流國家實驗室那些 它說他們的成本會更低 然後出來的效率會更高更快 那還是一些小規模的公司 還沒有去到上市的階段 那就是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有最近一個多月都找到一些 挺未來的東西 而我覺得挺值得的 但是沒有機會讓我們去投資 但是呢 其實Bronberg那些人已經猴住了 就是美國現在的那些人 第一個就是那個什麼呢 那個人造肉 那個lap meat 似乎就越來越接近 因為FDA就批了有間公司去可以生產 說它的東西安全 於是乎呢 人造肉 可能就以一個很低成本進入市場 這個東西是很快發生的 那通常最容易看到一些漢堡扒 就會是人造肉 那另外這件我會覺得呢 就是美國今年兩大巨獻 這個真的是 就是不要計以往的疫苗那些東西 就是另外一個巨獻就是 就是現在這個的核聚變 那就是 你會看到就是很厲害 很革命性的一些科學的轉變呢 原來繼續在美國發生著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件事是真的話 或者幾個月之後確認了 這個是不是諾貝爾級數的成就來的 我不敢說 因為始終這個技術問題 多於物理的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是 就是物理學 諾貝爾獎 多數是頒給一些比較純科學領域的東西 很少可以頒給一些發明的東西 就是科技性發明的很少 以我印象中是2000年那次頒給雜誠電腦 但是其實一直都會頒給一些 在學問上的創建那些東西 但是比如說你說藍、綠、激、激、光 它發明了 中間它是克服了很多的科學問題 那這個都算了 你說如果這個核聚變的窩爐算不算呢 那純粹以行內人就會覺得 不會這樣 即不是會頒給這些 但是你問我覺得其實很夠說服力 我起碼覺得這個影響人類的 我不管他的諾貝爾獎本身設計來為什麽 會越以對人類革命性的影響 這個絕對是 我明白的意思 因為最初譬如說 那個知道有這個烈電的時候 這個就一個很大的 但是你做完肢蛋你不會拿獎的 是不是 那個馬克頓計劃不會拿諾貝爾獎的 馬克頓計劃拿獎 你和平獎怎麽辦 是啊是啊 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過我覺得這個消息很震撼的 對我來說 因為後面那個對人類 整個人類文明是一個很大的跨越一步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譬如說 就是我們的太空科技 太空船 可不可以用這件事去做一個動力呢? 是啊 這裡我可以順便說到第二件事 就是美國那個登月計劃 其實期間就是中國去建太空艙計劃 都很成功地去完成了 基本上沒有什麽要去補充 就是那個天宮的太空艙 太空艙繼續去加大 越來越完善 值得恭喜的 但是同一時間呢 就是美國那個Artemis的計劃呢 我們說全程26天的計劃呢 完美地完成了 從8月上發射 發射不到 拖到它剛剛成11月才射上去 結果就現在10月中呢 剛剛我們看到呢 它最後那件事呢 兜完了那個月亮 我們先前上個星期還在說 哇 拍一張selfie啊 就是一次過的太空船拍到自己 拍到月亮 再拍到地球 它還要拍到的月亮呢 是近去自己 多過地球近去自己 那張照片很漂亮的 就是台長現在展示出來的那張 那現在它就已經正式回來了 打開了降落傘 完整了這個任務 其實我也會覺得很鼓募的 就是接下來呢 就是說明年呢 美國又準備又派太空人上去 又在月球上建基地的那些事情 其實又發生了 就是說那個 就是太空的 新一輪的太空競賽又開始了 但是呢 這裡又連結我們頭兩節說的 都是核贅變的東西 其實你說如果再想實現一個大的飛躍呢 因為接下來 去完月亮 我們就在想去不去火星 但是現在去火星 我想到最麻煩的問題 就是你只在太空船也要熬兩年 就是如果給我坐那個 我沒有去到 我瘋了 其實已經是 就是對於那個身心那個體力的要求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建一個 更好的火箭推進器呢 令到我們可以推上一個更高的速度 更快去到火星呢 那整個我們需要運上去的衛生物資啊 那個對於太空人的那個生理要求 就可以沒有那麼嚴格 沒有那麼辛苦了 那所以呢 其實就當然了 我覺得又沒有那麼快發生到的 就是我們下一步來的呢 其實每個國家都是很希望能夠做到 核贅變推進引擎 就是裡面那個推進的原理 是需要用到核贅變給能量下去的 然後因為它應該可以做到很輕巧 麻煩的就是它很難受控 就是然後也都不是那麼容易點著 然後就是它應該也都可以給到 就是比較勁的推力 那種勁的推力呢 可能呢 我會預期就是說呢 你整個火箭發射上去呢 未必再需要兩節式的推進火箭 你可能一次過一支火箭就由地球射到月亮 中間不用掉任何東西出來 這樣也不奇怪 因為那個核贅變燃料那個燃料那個效能系數夠高 就是每一刻或者每一公斤那個氫能夠給出的能量是很足夠的 足夠的地步 你中間不用又甩手甩腳甩的東西來去繼續推進下去 那如果有這件事情呢 你可以想像就是 原本一個兩年 就是一個單程都要走兩年去火星的旅程呢 可能變成一個月就可以了 就是在說一個很合理的時間 登月計劃的時間 那這裡就沒有了 純粹就是報導那個美國Artemis的計劃成功 還有就是很希望就是 如果能夠結合到我們對於核贅變的那個掌控的話呢 整個太空科技一定有一個更加大的飛揚 那如果你說說放在那個太空船上 是不是將那個這個這個贅變的裝置要微型化 一定是的 一定是的 而且它會出來噴什麼出來呢 因為現在你整個火箭推進都很需要有些東西噴出來 高溫高壓的東西噴出來 令它整個東西向上推 那到時是 如果是核贅變的鍋勞的話 那它可能幫忙加熱一些東西 然後用它幫你再噴一些東西出來 那些東西就可以很有效地再幫助你去推進的 這樣也不奇怪 那實際的設計是怎樣的呢 我自己都不懂得去想像的 始終不是這塊的 但是如果純粹以能源效益來說呢 核能的推進裝置是值得做的 我們中後的兩個消息可以說 現在那個科學和科技的發展 始終都是美國就佔第一位呢? 那其實你會看見就是 我會說其它國家對它的距離當然拉近了 你說如果用其它指標 研究生的數目 論文的 好論文的數目 那就追得越來越緊了 那你說的那些清華的大學 你追到和哈佛差一點點而已 可能是 但是你始終很有趣的 你發覺最偉大的創建 就繼續在美國那裡發生 不止一次的 就是由你說那個基因改造的那個技術 來去做疫苗 那個技術就拿了諾貝爾 然後就 你剛剛說的那些人造肉 那些又做得成了 那現在核酌變也做得成了 法國繼續在美國那裡發生 那當然了 其它國家 它可能在其它領域那裡有去領先的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它如果完成了你 差得快 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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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每一節節目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